有看到的新聞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 可以這樣質詢嗎 這是一種問政的態度嗎 如果不對這是一種態度嗎 應該嗎 我們來看微信 質詢榮民議題 國民黨立委朱鳳之突然語出驚人 蘇貞昌也是前行政院長 也當過我們民進黨的黨主席 他的父親過世以後 聽說他的母親 跟因為榮民叔叔不錯 他們來往的非常密切 有沒有這回事 推服會主委胡振普被問得很尷尬 這時候朱鳳之的助理 趕緊提醒朱鳳之說錯話了 這回有習慣 有沒有這回事 沒有好吧 那有習慣呢 有習慣不曉得 在國會質詢台 對蘇貞昌母親做出這樣的影射 朱鳳之當下知道講錯話了 卻沒更正 像我們有言論敏則權 而且我是說聽說 而且我沒有具體的這樣講 好 請大家看 他祭救四行事情 做國會議員 尤錫昌蘇貞昌搞不清楚 第二 他修辱人家的父母 這樣不算做什麼 跟踐踏嗎 那是垃圾的踐踏 什麼很關心密切 你是要說什麼 第三 我聽說 聽說我可以這樣問 第二 我有言論免責權 我錯了 可是我有言論免責權 這是台東嗎 來 如果有喜昌 我都認為不需要談 如果你要談說族群融合 在這個社會上 我覺得也OK 可是他的態度是不對的 他那個態度是曖昧的 他那個態度是影射有一些 不能夠光明正大談的 你看他的態度是這樣 所以我認為在這裡面 他其實在製造更大的 一個族群對立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在這裡 你剛剛也談到那個態度 到底一個國會議員 應該要有什麼樣的品質 他在問政態度上 我是聽說 我沒有具體的講什麼事情 我剛剛已經講了 那個態度都是曖昧的 他在影射什麼事情 這個事情可能是涉及道德的 或是涉及個人隱私的 可是你這樣的一個處理方式 適不適當放在今天國會殿堂 然後被大家發現你講錯了 或是你自己也講錯了 難道不需要一個道歉嗎 如果是他自己的家人 被做這樣的影視 自己的父母親被做這樣 那是母做人的老婆 他會有何感想 那是很苦惡的你知道嗎 蘇貞昌的媽媽 我說實在 我覺得蘇貞昌其實 應該考慮自己出來譴責 這個朱鳳之 當然我覺得 也許蘇貞昌不願意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堂堂的 立法院的問政殿堂 去講說人八卦 道人是非 更何況你講的是完全錯誤的訊息 甚至去指控到蘇貞昌媽媽人的民節 你想想看 這是對人家的家庭 或對人家的這種 不要說八卦 在台灣人來講 你隨便去指控人家的爸爸媽媽 這是一個 這是可以當台人的 你知道嗎 有人是可以因為這樣去殺人的 我剛剛說朱鳳之還不願意道歉 說錯話你就道歉了 你還在無人免責權 我剛剛說這件事 你會覺得說 你利用這麼一個殿堂 國會殿堂 去隨便去講 助理 知道你說不對 幫你提醒 你又這樣 我覺得說 你說會有換的嗎 過分 我說這真的過分 所以我今天說 他一定應該要被譴責 而且我認為朱鳳之 你必須要道歉 是 蘇貞昌經理長 他有出來說話 他說他痛心 對他媽媽 要求他媽的痛心 所有人的老母 是冰冬的老師 冰冬好好的老師 他老伯好像是冰冬的庫 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 所以對這件事 他有表達他的痛心 但是我認為痛心不夠 痛心是 你個人有這種方法 有痛心而已而已 不過對他老母的 這個人家和這個敏捷 你當人的兒子 你不去爭取 你要保護 這件事很大 我就是要跟索情依說 他說朱鳳之 最封愛笑 不是只有 他說言論免責前 言論免責前 是你執行的官員 他的政策和行政問題 裡面你自己 索情依說 跟胡政部怎麼有什麼關係 你執行 你執行胡政部的時候 你如果說胡政部 我聽說你怎麼樣怎麼樣 跟你言論免責 你執行胡政部 你執行就別人 不管是說對 尤其都不管 他跟胡政部沒有關係 你執行這樣說 你叫做言論免責前 我覺得這種水準的立法委員 國民黨 你如果說這種立法委員 還有辦法做 我們也沒辦法 當然啦 朱鳳之這樣做是不對 但是真必要的一件事 這個人可能每年 又是立法委員 他可能還會動算 是 因為這樣像改政 幾千億 對 台灣就是有這種選民 因為特定的政治利益 跟意識形態綁架 你就要選這種無水準 這麼低級的立法委員 在台中 是 更何況我要強調的 朱鳳之是女性 你竟然是如此践踏 另外一個女性 而且這個女性 公實在 應該是被尊重的 任何女性她都是偉大的 你不就政策去執行 你叫人去践踏老母 有什麼政策 好 沒關係 我說另外一個事情 很適合 現在說 吳宇去指控 永和豆漿 說吳宇搞錯了 這個中國說的 對 還好 現在要怎麼辦 吳宇搞錯了 他又副總理 所以他說 不然這樣 沒有人跟他講 不然我們把永和豆漿 發發這樣做 鳳雲 你看這個新聞 跟剛才朱鳳之的新聞 有什麼 對 我又要說這個 你看中國國民黨 跟中國共產黨有什麼不一樣 這種說法 這就是什麼 醜陋的 那種 登記那種錯誤的 那種醜陋中國無法 是吳宇搞錯了 如果不敢跟他說 說不然我們政府 各發發的 這樣私底下 那些了事 永和豆漿就要這樣犧牲 去讓吳宇去踐踏 再來讓小光踐踏 這樣事情怎麼沒有 這跟那種 像政府政教的說 是 只能說 我幫你打敗台台後 剛才你在說 治國洞那樣的事情 我就想到 我幫你打敗台後 帶你送給他 譬如說 你要感謝我把你送給他 跟剛才朱鳳之的公款 跟剛才武衣的公款 跟剛才武衣的公款 好像一樣 台灣人民你會想起來 請大家再看 現在說陳雲林要下台了 為什麼 阻擋不住 國民黨的反連公投 說成的國民黨 為什麼成國民黨 過期是國共會團 他安排的 現在說為什麼敗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的反連公投 我們把他扣放都不聽 國民黨一直說 沒有 我們這選舉 必選舉而已 你不用擔心 但是叫他什麼 叫他什麼 叫他什麼 不要做反連公投他不聽 所以陳雲林只好下台 我要請教 這是什麼樣的動 這跟共產黨講說什麼 說沒有 我只是為了搞選舉 不是真正我要搞反連公投 所以陸聯公投有沒有威力 有 一個中共的高官已經下台 選舉結果還沒出來 勝負還沒出來 就已經有人下台 另外一個 國共論壇也破功了 連這樣的手腳被看穿 對啊 連共治台獨完全不可行 國共論壇破功 現在我覺得 國民黨也只有條路 台灣民眾也在看說 你到底反連公投搞真的還搞假 你搞假就真的是 你跟這個中共講好 就是為了要破 搞假的啦 許老師現在還可以 給觀眾選擇搞假的嘛 憶不明不是說 新黨要發動不領公投票嗎 這就是代表了 國民黨在玩兩面手法嘛 不是 他一方面 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他要修那個什麼 修那個公投嘛 不能綁大選嘛 結果公投法也是 還要修法嘛 也禁止公投綁大選 你就自己要 總統選舉的時候 你自己就要算 為什麼還要修法 再來 會什麼 會用中華民國就不可能嘛 再來還去跟中國說 說沒有啦 我們這算假而已 我們這要為了選舉 這像俄皇帝 像以前說說俄皇帝 你們的中國國民黨 中國共產黨 你中國國民黨去做人的俄皇帝 那是很奇怪 這就是中國一直都沒有 他治理文章有寫 這就是中國 為什麼一直沒有修理 反連公投的原因 陳毅你看台 這是他們的主題 他不瞭解台灣的政治局勢 他計時說連錢 跟宋初陸去中國 說得非常大 這副政策頭前是紅人 不過我更好記得 這次連錢去新疆去露行 突然說 叫他快回去 因為不爽 而且這是中國時報的報導 正根據中國時報報導 連戰是在新疆 被提前叫他回來的 中國國民黨的農業主席 紀錬說在那邊民主沒有 這次去是要露行 或是要去製造也不是 是 標示那邊對中國國民黨 還要贏的時候 請你做座的上司 做上賓 不贏的時候 看一看就跟你看回去 是 各位看 我認為五年後會改變 為什麼改變 請大家看 中國的盈利事業所得稅 升到25% 對15%升到25% 增加10% 我要跟大家講 台灣的盈利事業所得稅 是往下降 它是往上走 比台灣還高 外交營業稅17% 這17%不退稅 新台商沒有緩衝期 我要說的是 五年後不會回來嗎 現在就在回來